情人节前夕,男人拿着自己精挑细选的礼物去找女友,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 谁想女友竟然忘了自己,转头和别的男人亲吻。 这是在开玩笑吗?不,这是电影《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》中的一幕。 也正是这一幕,揭开了电影中主角们的人生窘境。 男主角乔伊是一个懦弱、敏感、平庸的男人,在他两点一线的人生中几乎没有乐趣可言。 一次跟朋友去纽约的蒙塔克海滩时,遇到了性格热情又善变,且与众不同的女孩克莱门廷。 她们迅速发展关系,成为恋人,然后同居。 人人多渴望爱情天长地久,可现实中的爱情往往是被生活磨砺久了的枝灵破碎,或者说是测祸着过。 乔伊和之前的女友纳奥米是这样,一生爱德怀和他的妻子也是这样。 但在和乔伊的关系中,克莱不愿意委屈自己,他冲动之下,找到了一家叫拉库纳的望前诊所。 使用仙境仪器,把所有和乔伊有关的信息都抹掉了。 乔伊得知此时候非常愤怒,他找到了这家诊所,告诉医生爱德怀他也要抹去和克莱的记忆。 爱德怀的两个助手帕特里克和斯坦来到了乔伊家里,给他安装上仪器,告诉他和克莱的记忆会从最近的一次开始。 一个梦过去,他的记忆中将不会再出现这个女人。 删除记忆的过程其实也是回忆的过程,乔伊回顾自己和克莱的点点滴滴,发现自己还是爱他的。 在他的脑海中,潜意识和身处记忆的手术来回搏斗,他带着克莱蹲躲西藏,防止克莱被彻底抹掉。 但最终他还是忘记了克莱,在克莱消失前,告诉他记得去蒙塔克的海边。 醒来之后,在去蒙塔克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克莱,这时他们重新相识。 望前诊所的护士玛丽给每一个身处记忆的人都寄去了磁带。 在乔伊的车上和家里,他们分别听到了对方想要身处自己时说的刻薄语言。 克莱愤怒地走了出去,乔伊心中也有怒火,他拉住克莱,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是不希望他走。 两个人一人一句OK,尴尬地笑了笑,影片也就到此结束。 虽说是以爱情为主,但它其实可以是一部集结哲学、科幻、爱情于一体的后相代主义风格电影。 影片的中文翻译还有一个名称,叫做《暖暖内寒光》。 它出自我国东海书法家崔远的座右铭,以为身处逆境,人心有阳光。 对影片所传达的内容来说意义深远,电影中出现的爱情虽然在表面看上去非常简单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 影片标题出自英国十八世纪大事人亚里山达伯伯的一首诗《埃罗伊斯·至亚伯拉德》。 整个时的故事描述的就是一个修女爱上了自己的老师,但她是有父之父。 这和电影中玛丽与一生爱德华的故事如出一辙,描述的都是爱而不得的爱情。 它传达的是一种成年人感情中的困境,相爱的两个人,开始时都是甜蜜的。 但虽然相处久了,缺点被放大,优点被缩小,于是每天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折磨。 但正要逃离时又发现自己宁愿受惊折磨,也不愿意和对方分开,于是继续在困境中鼓鼓争斗。 帕特里克在克莱去诊所时爱上了她,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取悦对方,于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和乔伊更想,以此和克莱在一起。 但实际上克莱心里的那个人始终是乔伊。 斯坦和玛丽之间,斯坦似乎总是在默默等着玛丽爱上自己。 实际上她明白玛丽和爱德华的事情,但她总是希望这个女孩能转身看看自己。 而爱德华和自己的妻子之间,以及乔伊和那个从未露面的纳奥米之间,似乎也都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感情。 在这些得不到的和得过且过中,乔伊和克莱的这种忽忽力历时的爱情显得格格不入,仿佛他们最不懂得如何爱,如何与爱人相处。 他们却又都能在自己的心底发现爱,重新唤醒恋爱的生机。 影片使用一个未得到科学证实的记忆深处程序为介入点,具象化表达出人们的自我认知过程, 让观众在看的时候跟随男主的情绪,一步一步感受男女主的感情变化。 因为加入了科幻的元素,使导演可以很好的,又蒙太极的手法表达乔伊意识与潜意识的对抗。 故事被设定在记忆当中,使剧情有了一种强烈的迷幻氛围,镜头凌乱,破碎,几乎什么片段都有。 上一秒出现的女主,下一秒就分崩离析,不得不说作为一部爱情片, 导演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对爱情的感受,而不是老套的语言输出。 电影中的记忆伸出程序,实际上也代表着人们对爱情的寄托, 那就是人们总是觉得下一个会更好,所以才选择把这一段遗忘。 同样的,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,当你选择遗忘时,总有一天会后悔,会想要找回。 所以好与坏的过往,都是人生的宝藏,都是值得被记住的。 爱情实际上并不单纯只有热恋时的甜蜜,生活中的磕磕绊绊, 平凡的柴米油盐,以及争吵中的进退两难,这些都是爱情。 当我们因为争吵而气愤时,回想一下当初的甜蜜,或许就可以避免感情的破裂。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来电影看一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